耶利米书第1章第7节 耶利米书第1章第7节 耶利米书第1章第7節 所以这个有好有不好就让人听到很多真理很多明白很多石安教导 到最后你连追至私人都愿意去参与了 是不是好呢?有时候那个人自己发现有做到几个神迹 于是乎还松无中逆 是不是叫好呢?原来我发觉是不好的 因为我发觉通常这个基督徒自己已经限制了自己 我说的限制是一生之久 无论他限制了他在恩赐能的进步也好 或者他在更宽的领域去经历更多神迹也好 两样都受到可以说无穷无尽这么大的限制 因为那个人自己背起了一个枷锁 他背起了一个好自私、自利、怕吃虧 各样都要讲清讲楚才可以为神付出的那一种心态 所以培养了的不是一块好的心铁 反而是一块扭曲了的心铁 他是利用神多过在爱神 或者在人生当中 去将自己的生命变成一个祭 一个祭物 一个贡献 一个贡献 或者去到现在我们一路演变到2012信息 那个其实是一个单向一定会向这个方向走的路 因为我是不断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把最丰富的东西教给你们 而并且教的时候尽量度绝你们的怀疑 或者不顺势到你听完那一套信息 你去做的时候 你通常是很容易经历到 比普通外面教的人 甚至上百倍去经历这些神迹歧 或者我所说的这些真理 就是更加帮你去消化 帮你去做 帮你去研究 无论教关于医疗也好 或者关于神迹也好 你发觉你真的容易在外面自己不打不撞 或者甚至回到其他教会 二百倍 你所经历的圣经里面的祝福 神的同在 是不是 但这个是什么 不是自然会出现的 是我这么多年当中 一有机会 我就希望改善到能够做到这些东西 就像现在你看到主日 你坐到好像看电影一样 这么享受里面所出的视频 所说的东西 里面的视频 里面的图 里面用什么色彩 用什么方法画 照片的时候摆的位置 用什么音乐 全部是考究过的 兄姐妹 全部是为了在你最短的时间当中 为了为你的心带来最好的震撼 因为为你的心带来最好的震撼 那时候 你当然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是可以的 但也有办法使一个人的心单纯 就是借着你 在那个人都未开始 未能够赶得及怀疑 未浮得出一些问号的时候 我们已经立刻很短在图里面 或者在图里面解答了你的问题 所以就算你一个最不信的人 来到石安都会做到很多外面教会 无可能做到的事情 不是因为那个人厉害 那个人可能比地底来的 因为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 比地底来的 但也能经历到震撼 也能经历到神迹 也能经历到我们教会是可以的 原因是 这就是石安一面倒的倾向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尽我所能 就算我在主日讲的每粒字都想过 而并且我将所有那类的神迹 或者那类的经历 或者那类的属灵的教导 都甚至分类 用特别的字眼 使得你能够在再听这些信息的时候 都能够去提供 理解我所说的这些题目 或者这些字眼 所以简单来说 其实由当年 就算到今天为止 我都是尽量将最好的东西 用你付出最少代价的情况下 将最多给你 当然这是可以说天大的祝福 对于我们教会的 我所说不是因为我骄傲 而是因为 那个能够能够做到的人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何做到 那怎样 但问题 我发觉每一次神教我的时候 就是 如我所说 他用很全面的方法去教我的 甚至我觉得 我经历到的东西 是Annie Hinn 或者Paul King 自己都未经历过 而这样去学到他们所拥有的东西 你能够想象 如果不是的话 我都不可能说到一套讯息 2012的讯息 关于预言方面 印证方面 到的阶段世界环绕着我们的讯息转 就算Paul King 他都未想过 世上有这样的级数的预言 就是说 可以主日说到 一天都不偏差下 可以变成经典 好像是历史 即是有时序 可以看回我们 几时几日 说什么讯息 而当时会在世上发生什么 可以这样倒追回我们 过去几年讯息 现在 我就是在说这件事 就是说 其实当我去尝试学一样的 恩赐或者学一样 在教会界当中被誉为 一些所谓很杀食 很厉害的神迹的时候 我发觉我当常经历到 那种震撼 和经历到那种 观感上的理解 是很全面的 因为就如我所说 我实际上会在当年学 Kiehazo这种恩赐运作方式 整个感受的学 我不是理智上 理性上 去分析到 他是不是说了哪几句说话 是不是他在聚会之前 唱哪几首歌 是不是他讲道的时候 去度步 或者是他用什么方法 究竟他之前的禁食 还是他现在在为人祈祷 做手势 导致得 我不是理性去分析 而是 我全面的感受到 神的灵 无论是情绪上 理智上 甚至我感受上 是感受到一个全面的震撼 去解释概念给我听 即是说 不是单纯 逐个字去想通 逐句经文去想通 不是的 这些感受出来的时候 接着经文就出来了 因为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恩赐 其实他们 你要首先找出的恩赐 如何在圣经分类 如果你连那个恩赐 如何在圣经分类 究竟这是行义能 还是先知广道 还是说预言 究竟它是什么类别 再加上你知道什么类别 你就知道圣经里面 有什么在这方面的教导 但我说的是 全面性是这样经历的 但问题当然 这个也是因为 如我说的 你记不记得我提过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完全不懂 完全被震撼 但我第二次的时候 已经知道了 你记不记得 这个就是我一向有个习惯 就是我任何的聚会 我完全让那个聚会震恨我 我预备我的心 我全心全意 我是以一个敬畏的心 去参与这些聚会 去参与这些聚会 只有这一点 有些弟兄姊妹 架极她都不会学 因为她觉得 好像无利可逃 对吧 必须对神这么尊重 但问题 我不是 我本身 逢在聚会当中 我是看为当时最重要的一样 所以 就如我所说 如果我自己私底下 我会跪着你听信息 这个其实是我这样养成 我对神怪语的尊重 变成我灵魂体 完全会被那个聚会震撼 尤其是那个聚会的恩赐 简直是难以自信 那么厉害 它会震撼到我灵魂的心处 你知不知道 共鸣 但也是因为这样神就教导我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 尤其对我说 你必须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参显你都 谁拿了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我爱上帝 这爱火不会逝 爱意意乱 八量的心肺 人舍光辉永不舍 尝招要显出安慰 尤其科心得可惜 领受神恩惠 尚心是颠覆 是天性不悔 天生你光芒 尽照能发挥 一身只怕为主活 让我心灵不荒废 尽发光辉 奉上兴向活祭 工 rescued 并非世界 你终捷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中 Yi 你们